新闻透视是由中国名牌产品 兼美女才冠名赞助 泰国海啸重灾区 各地首构队赶报 不过要找生还者困难重重 都很妙王 其实就算让你看到它 你都认不出它 大家知不知道它们在哪里呢 南亚的地震海啸灾难过了六天 最终的死亡数字 联合国估计会高达15万 还有成千上万世界各地的游客 依然失踪 当中有百几个香港人 仍然失去联络 特区政府最新的数字 相信最少有四个香港人 在海啸中死亡 政府派出的特遣人员 两天来寻人 没有大进展 我们的记者许绍芬 就跟着一个失踪者的亲人 自己去灾区扣立 寻找失踪的父母 到现在 只是找到两本护照 十月月的布吉 有阳光 有海滩 本应是旅游的旺贵 采访队由布吉 开车前往北面的扣立 两个几小时的车程 曾经有无数的旅客 在这里愉快地走过 不过 现在看到的 就只有这番景象 阳光依然燦烂 不过海滩已经没有人游泳 游的只是海啸过后 留下的痕迹 扣立是新开发的旅游区 近岸建了很多豪华酒店 其中这间酒店 没有一处地方是完整的 唯有这一个大门口 可以依稀辨别到她的位置 在一片颓缓伴雅之中 一个在加拿大出生的 香港人后代关显阳 在外籍朋友的陪伴之下 特别来到这间酒店 发生海啸当日 关显阳的父母 和他的妹妹 正在这里度假 住的就是这间房 眼前的东西 实在很难想象 这里是高级度假酒店的房间 床架床褥统统烂了 木造的柜也损坏 隔晚就打开了 不过不清楚是被海水冲开 还是有人在试发之后来叫烂 厕所也烂成这样 当时三个都是这间房 准备出去海滩 谁知道海滩都未出道 海水竟然间已经涌入房间 空涌的海水 就是由这个窗 冲进房间 我现在可以了解他们 他们想到什么 当时的事 我妹妹告诉我 只是他们在这个窗 看到有水进来的时候 就在门里走出去 但是水已经上到这里了 关显阳19岁的妹妹 在意外之中梁幸生患 房间走出来 在这里爬到上去 二楼乱了点水 当时你爸爸又推你妹妹上去 帮她上去 然后不见了 他的爸爸妈妈 就这样没有留下半句遗言 就不见了 关显阳来到酒店 就是想找回一点点的遗物 结果她的朋友早两天来到 找到她父母的护照 不过两个人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现在来到这里看这些机会 都不是很大的 因为找到这些人都已经找到 差不多找到了 那些尸体都可能都差不多找到了 就是这里附近的 现在不知了 扣落是北欧游客的避寒胜地 今次成为泰国最多旅客愿难的地方 现在四处破破烂烂 水景的船只都被冲到离岸近一千米的地方 在事发之后四天 我们仍然见到救援人员 在路边发挥出一具尸体 面对这么恶劣的环境 只有24岁的关显阳 幸好有亲戚专程由香港过来帮手 他的表姐夫孟家伟 专程请假过来帮他 除了护照 关显阳一见到孟家伟 就将在酒店房找到的遗物都拿出来看 表姐夫就成为他们最大的依靠 孟家伟星期三晚才赶来扣纳 人生路不熟 见到哪里有灯就去哪里 结果就被他遇上热心的本地人 他会告诉我可以在哪里找到死尸 哪里是医院最快去哪里 还有哪里有救救所 警察中 还有哪里会放一些照片 你去找 孟家伟本身在香港是做消防员的 他的专业知识 今次正好用得上 到步之后第二天 他已经联同本地的搜救人员 出去海边搜寻失踪者 其实我过来是 找到自己的当然是最好 自己的亲人 生也好死也好 但看看能帮不帮到别人 第二天 孟家伟又准备行装 他跟当地的搜救人员一行二十几人 去北部的海边搜索 在沿路搜救队经过好像无穷无尽一样的颓换拜瓦 除了国际间关心有几多外国游客死伤之外 这些已经变成废墟的地方是平民居住的 他们现在什么家当都没了 坐船去对面岸搜索的时候 海面不时都有船载着找到的尸体骑过 搜救队的人员就是这样 迫在一辆车里面 在颠簸的泥路上面 一个又一个地方这样去尝试 找出失踪者的尸体 续续花了三个几钟头时间 他们终于去到目的地 分开两对人行事 他们找下陆地有没有发现 又去度假屋 在里面找到零零碎碎 旅客留下的私人物品 每个人都想出分之力 第一是找自己的家人 第二是去 就是找完我觉得 如果太美妖亡的会帮助其他人 结果在这个地点都是没有收获 目前多个国家都有派出搜救队 包括日本和韩国 而这支德国来的搜救队 一到步就立即过来扣立 我们可以跟我们特别的装备 看下建筑 在房间 在房间 我们说 这里有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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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最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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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都知道生还机会渺茫 不过即使可以接受到亲人死去的事实 最后盼望找回遗体 原来同样渺茫 盲教卫带着关显阳 去到当地传媒集中的地方 他们希望有当地传媒 可以播出关事夫妇的相片 去医院全部都在看电视 希望如果看到照片 可以认得 如果在那里 但如果他们不可以说话 就可以看到照片 认得他们 找完一间电视台 又一间电视台 有办法展示他们的照片 在台电视台 谁在一起 一起 有事做就没那么辛苦 有得动 有得做事就不用想 频频扑扑忙足一天 黄昏的时候 他们去到当地其中一间妙宇 这是我的问题 扣立的失踪者人数每天都有增加 现在大部分找到的尸体 都是摆放在庙宇 这个庙宇 是很近的 是 我认为这庙宇 我去到这庙宇 我先进去 你去等我 老婆 老婆 年长的表姐夫 去到庭司的地方 看看有没有发现 你想看照片 可以看照片 好的 这里恶臭昏天 每一个人都会戴着口罩 工作人员 就需要不时地灑上消毒药水 他不可以打开给我看 那其实没得认的 可以这么说 就 他会 他叫我们在那里看 他会打开拍照 放在那里 但是 没什么用 他说这样找法 的确是有点令人气馁 但是他会坚持下去 生存就肯定没有了 但是 可能 可能找回 找回 尸体 安心点 那我们可以走 他们说 会继续找下去 特区政府派出的救援人员 就会在灾区搜集 怀疑香港失踪者的DNA 马上送回香港 再用超级电脑去辨别身份 不过工作需时 而保安局就呼吁市民 星期一上班上学的时候 留意身边有没有少了些人 及时向当局报告 今次海啸是人类有记录以来 伤亡最惨重的一次 下次再看 小子说 他说叫他来见我 有胆袖 他说过 我打他他不会走开 有鬼啊, 江 碧桂园集团特约 功夫足球 星期一晚八点 是见力士 他一向打B又远 现在还在上一层 全新见力士纸巾 他还添加了独有的油银精华 更油, 更舒适 呦呼 好游远, 好舒服啊 见力士纸巾, 谢谢 谢谢 Chihuahua Chihuahua 宣传兼拜年博 立刻向Chihuahua 迎议报茶室 预祝大家生意兴隆 看起来 就是彼此 高峰 的 允许 洋 的 印尼九級地震引發大海嘯 橫掃亞洲多個國家 地震加上洪水令很多偏遠沿海城鎮 在無聲無息下被巨浪吞噬 聯合國形容 這次是前所未有的全球災難 希望全球協作去震災重建 劫難當前,香港人可以做些甚麼? 對! 快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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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小心的 是輕人訪地 走 看 看 回到近馬開始 一部份的小艇已經翻沉了 大概一公里的地方 已經看到黃泥水了 你可以看到那裡 不只是樹木 但你可以看到樹木 那裡的樹木 比如一個魚缸 整個世界的海好像有魚缸 你一震的時候 那個震盪 還有這次的地震 其實是說很多魚子 原子彈的威力 大海嘯過了6天 各國死亡人數已經超過12萬 其中以震央的印尼最嚴重 由於部分偏遠的災區仍然還未清理好 死亡人數估計還會增加 1995年日本神戶7.2級地震 5000人死亡 76年中國唐山8.2級地震 24萬人遇難 今次世紀災難 源自一場幾十年一遇的海底9級地震 地震的震級就是量度地震的大小 每增加一級 能量其實是大約30倍左右 換句話說一個9級地震 就相當於30個8級地震的能量總和 全球平均每年大概有一個8級地震 但是9級地震整個世紀大概只有6、7次 30個8級地震的能量破壞力可想而知 今次發生9級地震的印尼蘇門答納西北海岸 過去100年來一直是5級以上地震的高危地帶 主要因印度洋下面這裏有條順他海溝 是幾塊地殼板塊交接磨合的地方 原本每年向東北移動60毫米的印度板塊 今次向下插入緬甸板塊 產生液衝大 劇烈移動的斷層線長達1200公里 幅度達到15公尺 引發大地震 陸上的地震即時屋位人亡 海底的地震就引來海嘯 在這個震源那裏的海洋 形成了一個水柱 幾米高的水柱 當這個水柱倒下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它是向周邊產生了一些波浪的 其實那個就是這個海嘯發生的原因 不過海嘯的時候 在海中心可能沒甚麼感覺 基本上在大海的時候 浪可能只是幾米高 而且它的速度非常快 差不多每秒鐘是超過100公尺 一般人如果你說坐船在大海的時候 它可能只是拋一拋一閘 李永達到這邊 剛剛由布吉回來的 李永達和陳樹英 認證了這個說法 我們還是很開心地拍照 因為外面看到風和日麗 你看看 在這些水柱對出海是沒有事幹的 所以實際上那個海嘯是在我們船下面 那個海底在動 但是當他們回到岸上才覺得死裡逃生 你看到根本你不想知道 你是滿目倉儀 我看到那個景象有一個巴士 衝進了一個酒店 而且它不是說簡單從而 它整個巴士是有稍微彎曲 它是差不多用英文叫and bag 就是陷入石屍那裡 我看這些我以為是電影才有 以為是真的 一般來說 海嘯的破壞在近岸的地區最強 當這個浪去到近岸的地區 就遇到近岸由於海底 就產生一個阻力 於是乎那些海水就變得 好像遇上一棟牆 因為這個浪可以由幾米變成 差不多十幾米甚至幾十米高 這段巷印尼拍攝到的片段 可以看到海嘯的威力 今次地震引起的海嘯 始速高達800公里 包括整個孟加拉灣 兩三個小時已經到達印度和斯里蘭卡 這些國家距離浸央那麼遠 死亡人數仍然蘇以萬計 會有很多很鬆軟的泥 那些浪進來的時候 你的撞擊力一定是更加大的 你看到沿岸很多有避風塘 有人墜居的地方 就是這些很鬆的泥 一來的時候那些水可以 入到一公里那麼長的內陸 我會覺得這個是一個自然地理 幾方面都配合的時候 很難避避的災 陳美087年開始 已經在印度做發展工作 去過印度東岸一帶 很熟悉那道人民的生活 這裏沿岸的大部分都是漁民 他們的生活一定是困難 而這些漁民那天 是出海的 而這些小朋友 因為那天是放假的 他們是在外面玩 所以每個人都不知道 有這個災害突然站來 所以他們走避不及 大概死的人 百分之九十都是漁民 相比泰國 斯里蘭卡這些相對落後的國家 不單是災情嚴重 治療能力也比較差 Ranjin Mawa是印度人 在香港重傷三十幾年 事發的時候 他和家人在斯里蘭卡度假 他們路過的酒店 離開之後也被水煙沒 他和他的子女 也有好心的感受 我認為我們會變得更可憐 如果這個會發生 想想一下這個風 大概800公里 到海洋 在海洋裡 一小時 它會滾到海洋 海洋 我們在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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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公里 但是我們在海洋 我們在海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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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知 我們在海洋裡 還在海洋裡 我們在海洋裡 我們在海洋裡 在海洋裡 露出屋頂、露出窗門 梁振英說這次的事件 令他體會到生命原來很脆弱 當你眼睛看到有個感情形式 好幾間這麼堅固的屋 可以就這樣在下面斷了 就這樣飄出去 確實那個震撼力是很大的 那個震撼力很大 大家都覺得人在大戰面前 確實非常渺少 香港各界這幾天紛紛發動籌款運動 梁振英認為香港社會很富裕 除了關心泰國捕捷島香港人的安危之餘 亦都可以透過捐款 幫助受災人士重建家園 今次國際社會發動了一次最大規模的國際救援行動 香港在這方面確實每次都做得很好 我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但是香港短短幾天已經籌了超過兩億元 守舊過後安置和重建工作需要長時間支援 這場全球大災難需要大家繼續關心 再位 跟著給他是十大勁頭熱 之後是為你報導本台最新動態的K100 新聞透視是由中國名牌產品 兼美女才冠名贊助 解南亞延微之急 請即捐款至四海同心送關埋以下銀行戶口 一分一毫關係重大 古色古香風景秀麗 進攬世界文化遺產 水源華城之偉大 大韓書發藝術 地圖